缓解贸易战冲突中共送圣诞礼物美国为何不感兴趣? 2018年圣诞节中共接连公布了外商投资法草案,以及宣布江派竞争中立原则,试图缓解与美国的贸易冲突。 然而美国川普特朗普政府及商界人士对这两个圣诞礼物完全不感兴趣,因为看不到中方的实际行动。 2018年圣诞节中共接连公布了外商投资法草案,以及宣布江派竞争中立原则,试图缓解与美国的贸易冲突然而,美国川普特朗普政府及商界人士对这两个圣诞礼物完全不感兴趣,因为看不到中方的实际行动。 去年圣诞节,前夕中共官媒报道中共的相习图章,人民大会将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两天后的节礼日,Boxing Day,人民大会在网上公布这项草案,并征求公众意见。 中共在外商投资法草案,禁止地方政府,强迫外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国内合作伙伴。 除非双方协商同意技术合作同一天。 中共国务院表示,已经正式认可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原则这是经合组织OECD倡议的原则。 中共如果执行这项原因,意味着中共的国有企业,不会得到任何优势,将获得与私营部门及外商公司同等的待遇。 美中贸易战,在去年12月川习会后,暂时停火90天。 双方预计在下周与北京举行暂停8个月的另一轮谈判。 如果未能在3月1日以前,达成令美方满意的协议,美国将于3月2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10%惩罚性关税,提高到25%川习会后。 北京陆续释出开放信号,除了前述两项圣诞礼物,还包括重新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及液化天然气,入市后,首次开放美国大米进口,停征美国制汽车报复性关税3个月,调将700项商品的关税,公布最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及逐年放欢对外商所有权的限制。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文章说,对于霍川普任命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其他美国企业高拐来说, 外商投资法草案极竞争中立,原则是了无新意的圣诞礼物。 外商投资法草案中共自打嘴巴,还是敷衍了事,对于外商投资法草案分析人士说, 中共强调其纳入禁止地方政府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定,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看起来像是中共自打嘴巴,因为中共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外制外商转移技术, 都是外商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自愿采取的行为, 这意味着,中共有可能只是敷衍了事。 未来即使有明文规定限制强制技术,转让外商,仍有可能自愿。 第一转技术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Harris-Breakin,合伙人丹哈里斯, D.N. Harris,告诉路透社,从中共过去几十年的行为, 可以推测这个草案,只是纸上谈兵。 在现实社会中,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该事务所的另一名律师史蒂芬迪·金森斯蒂夫·Dick Eason, 告诉南华早报外国公司和政府更担忧的是中共对外国技术的规觎。 现在的强制技术转让,根本不是来自法规的规定, 已成为惯例这个草案毫无意义。 不会解决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及其团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会忽视这个草案。 他说美方更关心中共打击知识产权窃盗的具体行动, 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及美企高管更关心的是, 中共未来是否会采取实际的执法处罚, 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 而不是在中国企业被美国控告后采取报复措施。 川普政府去年10月底将中国企业福建进华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因该公司被指控窃取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专利中共官员随后否认这些指控, 并在一个星期后指控美光和两家韩国芯片制造商涉及反垄断行为。 中共支持竞争中立原则美方拿出实施细节, 至于中国国务院宣布将支持竞争中立原则一位美国高管告诉金融时报, 他对这项宣布完全不感兴趣, 因为中共并没有提出实施细节, 外界不清楚他何时会真正地做到同等对待国营企业, 及其他业者中共的国营企业享有。 竞争优势例如许多被认定为战略性部门的国营企业, 享有反垄断法的豁免权利他们中共当局是否计划取消反洗钱的豁免, 以及他们是否会加速对主要国有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该高管说华尔街日报, 此前报道北京政府虽然在川习会后释出一系列开放信息, 但是川普政府谈判官员不为所动正在对北京施压, 要求其提出贸易和投资开放措施的细节川普政府官员, 及媒体高管的反应, 凸显了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 即过去中共从未实现承诺, 美方无法单从中共公布的白纸黑字法规草案, 或是口头宣誓, 就相信中共落实承诺的决心因此, 在更多的中方贸易谈判代表强调, 他们在新法规及政策中表现的改革善意时, 他们的美国同行, 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希望, 看到中共提出具体行动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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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